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要找到传说中的大师 让他帮自己复原 史蒂芬历经磨难 终于见到了大师 这个大师是一个光头美女 然后大师告诉史蒂芬 说他这双手可以用法术治好 史蒂芬当然还是不相信了 我都这样了 你还逗我 神经病啊 大师直接对史蒂芬来了一招灵魂出窍 史蒂芬这下彻底服了 看来真的是有法术啊 自己的双手终于有救了 然后史蒂芬就拜了大师为师 史蒂芬毕竟是社会上的精英啊 学东西学得很快 而且人长得又帅 大师也很喜欢他 修行期间 史蒂芬在藏经阁里 无意间发现了一本禁书 并且发现只要戴上藏经阁里的项链 并且按照书中记载的方法 实施法术就会让时光倒流 这时候 他的两个师兄及时出现制止了他 说这样就会引起时空错乱 毁灭世界的 并且还告诉他 几千年前 他们的法师组为了保护地球 不被黑暗魔王破坏 特别创造了三个强大的圣殿 来镇压他 他们分别是纽约圣殿 伦敦圣殿和香港圣殿 话音刚落 突然就出现了几个坏蛋 坏蛋的首领大坏蛋 曾经还是大师的徒弟 史蒂芬就和这个大坏蛋打了起来 然后史蒂芬就在一个斗篷法器的帮助下 制服了大坏蛋 两人开始你一句我一句的聊着 突然一个不注意 史蒂芬就被另一个坏蛋偷袭了 身体也被刺穿了 但没关系 有主角光环护体 是不会这么轻易死的 史蒂芬趁其不备 施法穿越时空 回到了自己以前工作的医院 并指导护士小妹救回自己 终于保住了性命 伤愈后的他就赶着去保护圣殿 如果三大圣殿被毁 那黑暗魔王就会降临 然后一群人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打斗 但史蒂芬和师兄 都不是那群坏蛋的对手 大师也终于出手了 这群坏蛋很明显 不是大师的对手 但坏蛋就是坏蛋啊 他们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两个坏蛋联手赐了大师一剑 毕竟大师不是主角 一下就没了战斗力 这个时候就是主角的戏份了 大师临死时 还用灵魂和史蒂芬 来了一次交流 告诉他 要利用好时间法术 保护好地球 然后就死了 大师死后 圣殿也只剩香港最后一战了 然后史蒂芬就带着师兄 穿越时空来到香港 但不巧的是 香港已经沦陷了 早已被反派的黑暗魔王控制了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当然不是 史蒂芬可是开挂博士啊 只见他施展时间法术 一直让时间倒流 香港也慢慢恢复了原样 就在黑暗魔王出现的那一刻 史蒂芬飞上天 直接来到大魔王的面前 然而史蒂芬还是打不过大魔王 但没关系 他已经有了不怕死的精神 只要大魔王把他弄死 他就让时间倒流 又回到两人相见的那一刻 然后大魔王就一直弄死弄死 再弄死史蒂芬 史蒂芬就一直复活复活再复活 我打不过你 还不能烦死你吗 虽然死的时候有点疼 但谁让自己是主角呢 双方就这样 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大魔王最后也是怕了 这真的是杀人杀到手软了 最后双方达成一项协议 只要大魔王带领那群坏蛋离开地球 并且永远都不要回来 史蒂芬就停止这个循环 史蒂芬就这样 凭借这一无赖战术胜利了 大魔王也带着一群小弟离开了地球 香港也回到了原样 但控制时间 必定会带来蝴蝶效应 至于以后会怎么样 那就不得而知 然后电影也就完结了 奇异博士也继续走上了开挂之路 gogo ro ro ro